大家好,我是小赵 从越南回到国内生活快一个月时间了 现在非常想念我的老婆和孩子 看到很多评论分析 我老婆是不是不想在中国生活 跑了,不回来了 其实我想了很久 说句内心话 现代婚姻的复杂性 所以也没有办法保证未来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所以我心里面也没有底 我老婆在中国生活的那三年 是陪我在衡阳市区的房子度过的 所以今天天气非常的好 我想带大家去我市区的房子里面看一看 回忆一下我和我老婆以前生活的点点滴滴 看去卧室 看一下我老婆孩子的生活习惯 深度挖掘一下线索 看她到底有没有想留在中国 再继续回来的想法 你发点啊 你没有考虑 哈哈哈哈 你看啊 哈哈 天天气我等下又要上帝 哈哈 爸妈妈 你不是那么狠吗 妈妈 啊 你们在家有事没有 妈 去横延玩一下 去横延玩一下 家里玩力了又去横延了 对啊 在家玩好久了 去不去 去横延 陪她去玩一下 那你们 拿东西走啊 我去拿个包 去吧 拿东西走吧 你前面捞妈个买 我穿的衣服 你已经穿的衣服好帅了 还要把这里烧一下 你不要再帅了 你在仙女上发 搞得她还要烧地了 妈妈 这花真的好漂亮 你这个人就是太麻烦了 妈妈的麻烦了 你看我要烧地了 没吃住啊 我开心就好 取错没有爸爸 取错没有 采访你一下取错了没有 没有 取错没有啊 没好回忆 没好回忆 偏少偏丢 还在搞什么 我们不慌不满 终以为来日方长 我们等待花开 却忘了世事无常 这个小区的房子是那年我读专科 快要毕业的时候 我爸爸妈妈买的 像我们农村的孩子 父母就渴望着给儿子买一套房子 准备分房 给他娶一个老婆 父母怕孩子没有房子 娶不到老婆 可惜我的婚姻没有用上这栋房子 可怜天下父母心 一下就到横延这个家了 到小赵家了 进门我们看到的是家和 这是妈妈的设计 所以小赵一直就说家和万世心 是妈妈爸爸带给我的家风 这就是告诫你们 看到这个桌子 就想起我们一家三口 每天在这里吃饭 跟我在一起多少年了 多少年了 应该六年了吧 从来没收过花 每一次你都说花很贵 今天太感动了 这边是子乔为爸爸妈妈过生 而挂起来的 现在还在这里 这里记录着我们以前的点点地 在越南刚认识的照片 看到小智英这台自行车 就想起小智英收到自行车开心的样子 你在哪里 你压住吗 你谁 我给钱吧 有 哪里有钱钱呢 没没钱把它压住 哎哟 你们 去洗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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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这个人怎么收烟啊 我讨厌 我现在 你跑啦 跑啦我抓住你 去洗尾 像妈 像妈妈 他坐车没给钱 他妈妈抓他 他就滚了 我瞎死了 我以为是不对 他一下跑困 不哭啦不哭啦 到你的哦 傻瓜 看到这个沙发 就想起自行车带着紫英 坐在这里相抚轿子 叼什么 妹 妹 干嘛 穿衣服 穿衣服 不 叉 担 弟兄 我 爸爸妈妈 你不是经常喜欢看我视频下面的评论吗 这是我从越南回来 没带老婆孩子回来 很多朋友可能觉得 是不是跨过婚姻不长久 也有亲人身边的朋友说 这样的婚姻是不是应该离婚 你们是怎么想法的 这个有什么了 姑姑啊 大娘啊 我们的玩友 他们说这些话都是 其余对你的关心 你知不知道了 如果不是对你的关心的话 谁愿意说这些话了 来逮罪人啊 对不对 然后最重要的你也要想一下 如果紫霞不回来的话 到时候 你不可能在那边过一辈子吧 对不对 我们在中国到时候老了怎么办 以后还有我们两个人老了 我们两个人走了 你怎么 你怎么想的这些 但是我们跟你妈妈没这个想法 要自己你们去地方 我们没这个想法 最重要的是 你要看紫霞愿不愿意回来 嗯 是吧 来后来他也许是我们多想了 你看到没有 他他也许他想在原来多待一段时间 他娘家是不是在我们这里生活这么多年了 也许他想在那里多生活一段时间 也许是我们多想了 他是想在那里长大的 我天天想待在那个地方 对 你看他走的时候把房间修得减减减减减 就我不要去动他的 我带你去看一下 你去看吧 我带你去看一下 你再去看 他去越南的时候说了呀 对呀 他跟我说的 他说爸爸你不要动我的房间 我那天打上房间的时候 爸爸都说叫我别乱动 我我说我说我不会动你的 我说你你回你来的 你走的是什么样子 我你来的时候也是什么样子 对我就把手脱了一下 我没动他的 就是脱了一下地 那也有可能是大家和网友他可能多想了 对想多了 人家人家人家屈身的地方 好不容易回去一趟 肯定多多想待一段时间 他房间这些东西衣服都还没有动 这是小子英的 他的衣服呢 他衣服在中间那一个吗 他这衣服在中间 这是他的衣服吧 包包什么都没 都在这里吧 包包 你要在都没动 他走的是什么样子 回来的时候保险椅是什么样子 证明他离开中国的时候 还没有说要不回来的想法 他走的时候自己把东西都捡得好好的 摆得整整齐齐的